美國自然NBA新球季開打的第一天就締造紀錄 洛杉磯胡仁三十九歲的球星 La Brown James 和二十歲的兒子 Brownie James 同場亮相 成為史上首隊 同隊上場的副子黨 最終胡仁也以一百一十比一百零三 擊敗輝狼 收下本季首勝 第二節比賽還剩四分鐘 洛杉磯胡仁同時換上球星La Brown James 與他的兒子Brownie James 締造NBA紀錄 讓他們成為NBA史上首隊 同隊上場的副子黨 無論如何長得到 無論如何記憶或長得到 我會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刻 我會專注進入籃籍 而不斷糟糕 但我完全感受到能力 只是Brownie雖然曾接到老爸的傳球 卻沒能把握機會得分 他也很快就被換下場 這場比賽他上場兩分三十一秒 兩次投籃都落空 另外抓下一個籃板 老爸James上場三十五分鐘 攻下十六分 五籃板四助攻 帶領胡仁一百一十比一百零三 擊敗輝狼收下開門紅 上個球季總冠軍波士頓塞爾提克舉行冠軍表揚儀式 頒發冠軍戒指 還在主場TD Garden升級時尚最多的 第十八面冠軍頸旗 塞爾提克在開幕戰迎戰來訪的紐約尼克 全隊外線活力全開 猛轟二十九季三分球 追平聯盟紀錄 看滿球星JasonTayton 個人就貢獻八顆 攻下全場最高三十七分 Tayton全場命中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七點七 成為隊時首位三十五分 十助攻 命中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球員 最終綠山軍就以一百三十二比一百零九 大射尼克搶下好彩頭 公視新聞這位人中介幫別議